各位参与社会创新国会沙龙分享会的朋友,大家好 很高兴获得余婉如委员的邀请 让我能够用远距预录的方式来参加今天的活动 好牧人以社团法人的身份运用劳务出资的方式成立了必锁性公司 这个不只是制度上的创新 更是替有益于社会创新的协会朋友们预先做了功课 这次创新最关键的动力 当然是好牧人对于实践理想的热情与坚持 以及内政部、卫福部、劳动部、经济部商业司和中企处等业务同仁的大力协助 今年5月28日,在现场许多朋友一路的帮忙之下 好牧人申请成立的爱曼妍社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已经通过主管机关的核准,正式完成登记 至于好牧人协会和爱曼妍公司 他们要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 各界的社团法人未来要如何比招办理等等 我想王世青牧师稍后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心得 在此我先简单做个说明 好牧人先修改了协会的章程 明定可以设立社会创新或其他具有公益性质 而且和协会宗旨相关的必锁性股份有限公司 并且经过会员大会的同意 到内政部合备之后再开始启动公司设立的申请程序 接下来爱曼妍公司在章程里也明定 应该要提拨50%的特别盈余公积 按照章程的社会公益目的来使用 公司和协会章程的相关文字 也都已经在经济部的网站上面主动地公开揭露 当然以上只是踏出了法规创新的第一步 未来相关的经营业务要如何划分 如何实践透明择信 公司和协会要如何同步制作公益报告 这些事情都需要各界的朋友来一起集思广益 最后感谢大家的聆听 除了预祝今天的分享会圆满顺利之外 我也想要祝福好牧人和爱曼妍 都能够永续发展 落实在地服务 助人活出新的生命 谢谢大家